I need you forever 女星鬼鬼自2013年和韓國2PM團員郁澤眼 合體參加韓國綜藝節目 我們結婚了之後知名度大開 在內地及國際都廣為人知 即早前演出少年四大名補後 她最近在橫店拍攝新戲《飛刀又見飛刀》 沒想到開拍前因為忘記拜拜 讓鬼鬼在片場連續碰上了兩次鋼絲斷裂的意外 整個人懸在半空中嚇得她花容失色 由於鬼鬼在新戲裡拿的武器是長編 因此有大量需要掉鋼絲的戲碼 沒想到正式拍攝時遇到兩次鋼絲斷掉 鬼鬼表示自己在半空中盪來盪去時 不忘要用手保護好臉部就怕面子掛不住 後來經過提醒鬼鬼到片場附近的道冠拜拜 才順利拍完 夜市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